在我心目中 他都一直是一个 彬彬有礼的绅士 他对我都很温柔 这就是他有赤子之心的一面 然后我不知道他那么有才华 深情对望 双手更牵的这般紧 2018年4月 王小飞大S上夫妻时禁瘦 粉红泡泡献煞众人 我就喜欢坐着跟老婆看电视 坐着跟老婆吃饭聊聊天 就我俩不是那种 非要干点什么事 大S又是抱又是一威 当时看来以为是放晒 如今却因为这篇声明 才知道这一切有内幕 原来大S在婚内 历经了两次流产 大S10号晚间发文 在2018年4月拍摄时禁瘦 那段期间 就发现腹中胚胎萎缩 4月20号进行流产手术 但前一天和事发后一周 仍强忍情绪录节目 只是这对他而言 这打击已不是第一次 然后他俩现在亲吻以后 特别特别激动的拥抱了在一起 2011年3月22号 他和汪小飞在三亚举办婚礼 大S说明 其实婚宴的4天前 遇上人生首次流产 当时身心灵严重煎熬 所以才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对外界深感抱歉 母亲节前夕 被迫得救世重提 为人母无非是二次伤害 最大的盼望就是希望和汪小飞 别再有风波发生 而南方事业 现在也面临新难题 何张来一同经营的酸辣粉 大陆公家系统传出 汪小飞持有的股权 近90万台币也被冻结 执行时间到2026年 似乎和妈妈新加坡官司 带来的43亿债务有关 财务状况多头烧 相比汪小飞也相当心累 TV新闻之后 我们继续谈不得到